主料,玉米粒100克,豆腐巧克力15克,黄油15克,主料,白砂糖20克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市场上来好专门做爆米花的玉米粒,洗净粒干水分,巧克力15克准备好,巧克力隔水化开,平底锅预热加黄油一小块,小火将黄油烧热后,将玉米粒倒入锅中,保持小火干炒, 一直保持小火翻炒玉米粒,玉米粒正热均匀,冒起细小泡泡,并能闻到玉米的香味,但玉米香味更明显时,这时,锅里开始有一两粒玉米爆开花,这时赶紧盖上盖子,哈哈,不然花儿满天飞了,当爆开的声音没有时,表示爆米花已经做好了,这时趁热将白砂糖和融化的巧克力倒入锅中,快速地拌入, 即可,烹饪技巧,盖上盖子以后仍是保持小火,进到玉米粒在锅里爆开的声音比较频繁,间间可以和盖子一起摇一摇平底锅,使玉米粒受热更均匀,玉米粒炒之前一定要沾干水分,不然容易失败,不过玉米粒一般都挺干净的,不洗也可以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